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西南地区首居一指的工业重镇 位于世界五大汽车名城之中 不仅是我们国人给柳州如此高的评价 连美国福布斯杂志也称 普世无华的五菱红光是中国最好卖的汽车 认为五菱之光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一款车 无独有偶英国品牌价值评估机构 Bland Finance也认为 全球汽车品牌前百强的榜单之中 当有五菱红光一席之地 2017年杀入此榜单的中国车企有15家 五菱正式的企业名称是 上海通用集团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成立于1985年 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之下 其前身是柳州机械厂 在河西村新增的新厂 名为柳州动力机械厂 当时厂内的主要业务是生产拖拉机 建国之初是毛主席所说的 连一个铁钉一块洋灶都要从国外进口的时代 彼时的柳州动力机械厂 经过四年的公关钻研 终于成功打通了整条技术路线 生产了自主研发的拖拉机 随后又上马了小型货车生产线 1985年按照柳州市地方发展战略 柳州动力机械厂转型为生产微型汽车 当年的产量就达到了一万辆 之后企业不断的发展 于2002年与通用上汽合作 成立了上汽通用集团 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五菱汽车 建国之初 中国是一个工业能力几乎为零的农业国 每一个国产汽车品牌 都是在这种起点上成长起来的传奇